请师傅解释一下根性这两个字 从根本里出来 从本性里出来 所以人家说裂根性 那么根性里面分为好 也分有不好的呀 那么是种植在你的八十天中的呀 明白了吗 那裂根性也是包含在这个根性里面 根性并不代表它是贬义还是保义的呀 对不对呀 根是什么呢 对不对呀 人性具有的产生善业和产生恶业的一种力量 称为根性 明白吗 哦 明白了 那师傅解释一下善良跟善根的那个关系吧 善良跟善根 你首先说你什么叫善良 善良就是本性啊 人人具有善良的本性 那么是从第九意识 阿摩罗斯里出来的 对不对呀 是这样 那么一个就是善良 善良是从本性当中慢慢出来 慢慢出来慢慢出来 那么化解到你八十天中 七十天中 六十天中 那么很多人在七十天中 八十天中没有什么污染的 没有什么阻碍的 那么他的六十天中意识当中 他只要发现哪个意识的 他就是善良 首先来到了他的第六意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那么还有一个叫善根 善根是什么呢 善根也是我们本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呀 其实善良和善根 一个就是善根就是一个根 就是我们说的它的源泉 对不对呀 善良那是产生出的树叶 根那么就是树根 明白了吗 没有树根怎么会产生树叶呢 好了 没有善根怎么会产生善良呢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感谢师傅